喜歡黑膠的朋友大家好 我最近聽到了一款非常厲害的黑膠唱頭 要推薦給各位 鐵三角在今年創立滿60週年了 這間來自日本的音響大廠 最早在1962年創立於東京的新宿 這間黑膠大廠最早最早 他們就是以製作黑膠唱頭起家 直到他們在音響的黑膠市場上獲得成功之後 他們才慢慢的把自己的產品線 延伸到專業麥克風跟耳機領域 而本次要介紹的Audio Technica ATART-20MC唱頭 就是一款將鐵三角類比音質發揮極致的作品 同時也將鐵三角過去60年所累計的 製作唱頭之技術一次顯進 當初鐵三角在發布這則新聞稿的時候 我就已經率先被這顆唱頭的美給驚豔到 就各位所知 其實過去鐵三角他們所製作出的黑膠唱頭 大多數都是以色彩鮮明的高剛性素質做的外殼 而頂級款的唱頭則大多都是由黑金配色 作為顏色的基底 但這次所推出的ATART-20唱頭則完全不一樣 首先ATART-20這個漂亮的鈦合金金屬外殼 它是一體成型設計 原廠為了要大幅降低外殼的重量 他們甚至請來了日本福井縣青江地區 具有百年工業歷史的眼睛行達人 請他們以最精準的切割技術 精細的消磨出原廠設定的弧度曲線 同時慢慢消磨出外殼的厚度 而ATART這顆唱頭漂亮的金屬反光質感 也必須仰賴手工師傅 以熟練的拋光技術反覆進行打磨處理 才有辦法處理到這麼溫潤又不過分刺激的金屬光澤 從圖片來看 你很難想像將這顆唱頭拿在手中的質感有多精細 尤其要將鈦合金外殼消磨到這麼薄一片 還要維持一體成型的結構 這真的必須仰賴常年以金屬加工質感文明世界的日本 才有辦法做到這麼極致 最終原廠讓ATART這顆唱頭 維持在僅有9克的極輕質量 這比起鐵三角ART系列的旗艦唱頭 ATART1000的11克還輕 這個唱頭的主要結構有兩個合金材料所構成 第一個就是用來配置訊號接線的金色鋁合金底座 以及系列中首次採用的大面積鈦合金打造出的唱頭外殼 來看ATART20的細部結構 你會發現它傳承了系列中其他高階唱頭的核心設計 包括在唱頭的磁器回錄設計 就參考了ATART9XI的做法並加引改良 原廠將前磁二加厚了0.6mm 這不僅提高了磁通密度 提升了發電效率 更讓ATART20展現出無比精細透明的音質表現 也讓原廠在可以不改變線圈數與阻抗的情況下 將輸出電壓效率提升到15%的原定目標 值得留意的是原廠為了要提升這顆唱頭的阻尼特性 他們甚至在唱頭的最底層多配置了一層黑色彈性體 巧妙的將鈦合金以及鋁合金這兩大金屬做一次最緊密的結合 這樣的做法不僅可以有效減緩震動 也可以更方便的將金屬的斜震點轉移到原廠設定的更低位置 而本次ATART20所採用的針尖 屬於一種一體成型的特殊線性接觸針 唱針尖端呈現經典的鑽石切割面 能夠忠實還原鉤紋理的細節 以及提升左右聲道的分離度 在針尖與針感的接觸面 原廠也沿用了旗艦唱頭系列ATART1000的做法 他們在針感尖端以一片由鈦合金製作的加強板 來固定鑽石針尖 這不僅可以降低重量 更可以提高唱頭的高頻表現 可展現高達50kHz的極高頻延伸 這點比起他們家自己的旗艦唱頭ATART1000還要厲害 最後ATART20也採用了鐵三角慣用的0.28mm實心膨針感 但在針感與末端電區連結的部分 原廠配置了特殊的階段性管狀結構 由針感端為最細 並隨著從越靠近線圈部分 支點逐漸變粗 這特殊的雙重結構可以提高剛性 抑制不必要的震動傳遞 整體來說 ATART20是一個匯聚了鐵三角過去60年製作唱頭技術的頂級作品 值得所有追求類比音質極限的音響迷高度留意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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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